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还可以用来煮菜 这个食谱就将油炸鬼带回身 让鸡肉进去 将它变成另外一款精美的食谱 大家一定要试试 材料很简单 有油炸鬼 这个是免治鸡肉 鸡蛋 我们首先 我们让之前 我们先醃了免治鸡肉 为了令它增加它的黏性 我们就先打一只鸡蛋 然后加少许盐 豉油 加少许麻油也挺香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拌匀了 把鸡肉拌至均匀 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一个胶袋里 为什么要放进胶袋里 因为一会将它做成一个浸袋 这样浸入油炸鬼里 把鸡肉拌至多 看到間隔太密的時候,我們可以用筷子把它刮穿 然後才擠進去釀製 然後油已經開始熱了,我們就要用一個平底鑊 把它逐一放進去煎熟 煎的時候,首先把有雞肉的麵放進去,先封住口 這樣就不會一直滴出來 然後煎熟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做醬汁了 醬汁就是沙律醬 加點煉奶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你喜歡的話,其實還可以加點芥末 你不加煉奶,加沙律醬也是很好吃的 又或者剛才我釀油炸鬼的雞肉 你不喜歡用雞肉,你可以用鯪魚肉 你可以用免切豬肉 或者你吃素的,你可以用雞蛋加豆腐也可以 嘗嘗味道 就是這樣 這個已經做完了,然後把它上碟 然後加醬汁上去就完成了 然後加醬汁上去,把醬汁上去 像醬汁上去做得好看 就是補充紙包著它,然後把它拔掉 不然 不然 祝福 多个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